主持人 請就座 我們現在開第29次的會議 請秘書長宣讀第28次的會議記錄 以南憲議會第18次 第3次大會第28次合議議事錄 始建中華民國105年5月23日下午20 地點本會議事廳 初席議員黃定爾議員等34人 累席議員 憲政務教育處長文朝順 學務管理科長林立林 教育資源管理科長王儀惠 多元教育科長尿素滿 體育保健科長尤勝雄 特殊級幼兒教育科讀協兼代理科長林一新 課程發展課長莊文雄 憲力體育長廠長賴佩雲 宜蘭家庭教育中心主任林啟 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5人 來賓各報各有廣播電台記者 主席陳議長文昌下午5時42分之7時23分之 您呼議長齊山20起之50時42分之 記錄猶豫話 主席先告開業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千道院以達華林元素 二 民主黨先讀第27次會議事錄 執行事項 教育處及所屬機關 也有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 陳隆錡議員 陳黃定友議員 陳孝敬議員 吳鳳寶議員 張秋明議員 陳俊宜議員 陳漢忠議員 張明華議員 薛成立議員 林成功議員 劉天舞議員 陳吳三議員 林錫敏議員 陳傑宁議員 黃思超議員 陳正來議員 蔡文宜議員 黃建柳議員等 達戶兩年 文處長超勝 王科長儀惠 林代理科長益欣 專科長文聯 林科長列臨 郵科長盛雄等 其他事項 教育處及所屬機關 也有執行議員要求 辦理 提供這事項令入 響魯復健 並行為憲中辦理 三位下午七時二十三分以上 好 各位動輪 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那沒有意見 我們就准理備查 那我們今天 再去取消 文仔主持 早上我們 文化局的 這個 愛護報告局之間 請相關單位 類似報告台 你們有在那邊嗎 他們兩個啊 這個 高四十三 好 好 首先我們 邀請我們的 楊教授 楊正成議員 主持人 文化局 教授 楊正成議員 各位動輪 第一點 請到教授 文化局的 業務上的很多 你說本局的 業務 高興 和 都習慣 台灣戲劇團 美事館 演力廳 文化工廠 南洋文教 南洋戲劇 南洋博物館 現實館 中心文竄 辦理 童王節 辦理童王公園 楊師方紀念公園 社助紀念館 還有很多 這個實在太複雜了 這些都管授了 我想這個 業務 複雜又多 多元 機長 你現在 我 跟你相處了那麼久 我屬中一碰到你 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偵測 所以沒有人像你這樣 你為人中後 做事認真 又很專業 我剛才所提到這些 管授機構 有 15 個 不只 可能還有 20 個 這幾個 單位 你 監過 兼職過 也都親身 領導過 所以 業務 沒有人比你那麼熟 今天 又領局長 又走 你又回來 又代理 我屬中說 代理跟 政事只是一個民族 其實你現在代理也是政事 政事也是代理 何必你這樣 來 給他爭取 都控一個副局長的缺碼 因為 以前 領局長在任內 歷練局長任內 有局長的時候 你都當幕僚 當你鎖在內部 局裡就沒有內部 外部大部分都局長出去 像 領局長大部分都外部 所以你現在 就缺一個副局長 可以給你看守內部 這種 代理整個工作份量 就是 切除更加忙的路 我希望說 未來宜蘭縣 文化思維 文化這個業務 你能夠辦理 勝利推展好 我們主要今天 你在這邊 還是主要把這個工作做得好 所以我希望說 局長應該陳前 接受這個神聖電路 不要再代理 應該 接受縣長 給你任命這個局長 都控制一個副局長出來 請你答應一下 我先說 我想說 我自己也要疏過這個問題 其實 尚在宗宿這個文化形成的工作 二十幾年 我一直在心裡是這樣 就是說 我拔煙負局長的角色 應該是比拔煙局長的角色更加適當 而且剛才英文議員你也說到 我們未來 我們宜蘭所民主的文化建設的工作 是很膨大 還有很多 我相信還有很適當的人選 可以來打擊開創生的角色 小豬 願意在小豬最好公主的七尾部位上 把副局長的角色拔煙更好 謝謝 我是說這不要客氣味 看了很多 吃一次三進三出 都你來做代理 我是說 更適當人選館長的 會進去 也要再出兩年而已 你再來 再做兩年 也是在學 我是說像你做得很好 還塵出一個 主要還塵出一個副局長來 給你看守內部 這是比較好的 你應該再三出 就是為了我們文化集的業務跟文化的發展 我們做事比較要緊 事情把它做好 最要緊 其他我想這個都不要客氣 這是你再深思的考慮 但是我剛才說你業務都那麼熟 主要說今天要有破例 今天 因為你跟別人代理不一樣 別人代理是戰術代理 你可能要代理到街店現場下任 因為我聽現場好意思 因為再找人也沒有數當多人 再再來修一下搞到什麼 以後又見其一道了 所以你要拿出你的破例 因為你25年來在文化集比我們都相信 對議會的建議 批評 議結算 我想都會很清楚 我們今天縣政府窮現 負債累累 總債務280號億 這個扁 雖然利息輕 扁很重 扁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緩 所以我們本來過去的開研 有一段成果 但是截流 一般從事務性截流 該截流的都截了 以前在95年 我們財務危機有當局長的時候 局長你也相信 那時候我們開那個財政檢討會議 我們每個數 哪一個地方可以審 審多少 哪一個地方可以審多少 我們都21科數從每個數這樣檢討 但這個檢討就是事務性 所以在事務性現在審查預算 你出在禮會 業務會這些都從那邊檢討沒有意思 我們已經到谷底了 但是我現在說要截流就是哪裡 就是我們從業務的開展 業務做得好 有績效 接著開研 如果我們做得不好 A務做得維修 這A務做得不平衡 像你今天都是 副使單位預算 十足上都是公務預算在備 所以你像那個藍博啊 藍博從101年補助3800萬 還有102補助4000萬 103補助4600萬 104補助5300萬 105補助5300萬 我們族連補助這樣都在增加的 南洋戲劇團這20幾年都是這樣 都是縣政府也一直在補助 雖然現在有著將 以前到2100、1800、1700到1300 一直著將 但是我們這個 過去南洋文教也搞得 那楚蘭湖裡面都是虧神 所以這幾 南洋文教啦 你手指館、南洋博物館 南洋戲劇團 我們這個議會 議主在討論的地方 我們 局長你應該 現在因為業務多了 所以每一個專手 專手、專手的人 對這個南洋文教、南洋博物館 還是南洋戲劇團 這一點就是沒有破例 我想局長你 或辦這兩年 你應該在南洋文教、南洋 還是南洋戲劇團 有這個成效 最低 不要說 跟公務預算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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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務預算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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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移到這邊來 頂多是貸款方便 智場性的公共債務 變成 那個 非智場性公共債務 所以 所以這樣 這樣 只是差這個貸款 沒有免付利息 跟你現在中心文章一樣 免付利息 其他 沒有什麼效果 公務預算 跟副持單位預算 沒有什麼效果 請答悟一下 好 請答悟 謝謝楊議員 那我想楊議員 對縣的財政狀況 最清楚 那的確 那早期的 相關的 我們在做文化建設的公共投資 當初的 所謂的 財務這部分 的確是比較忽略 所以說 這幾年來 我們針對 後續的各項 文化建設的公共大型投資 會針對 整個財務計劃這個部分 特別的謹慎 那 以前的 包括剛才提的 南洋博物館 戲劇團 像這種大型設施 如何 去 縮小 這個 收支的 逆差 我想 這是我們要 面對的 那我想 包括 未來戲劇團 整個營運的方向 我們會 跟未來的新政府 做一個討論 畢竟這一個 我們依然憲 背了這個劇團 替台灣歌仔戲 保留這樣一個 血脈 那也二十幾年了 那 是不是說 期待中央 能夠積極的 那一個 擔負其他 應該 協同擔負的一個角色 那另外南洋博物館的 這個部分 實際的 那因為我們的館長 是一個非常優秀 那我想給他一點時間 已經來 給他一點時間 那怎麼樣的去 善用 那一個 藍博的這樣一個 優良的基地 然後 我們有這麼 好的 這些文化內涵的東西 看怎麼去 那一個 創造一些 價值的商機出來 我想 這個給我們 藍博一點時間 以上 那個 藍博本來 新建築的時候 是宜蘭縣的主標 其實這建築 那個建築物 外面也是 很好 但問題 我們宜蘭縣的 就歷史短 啊 那個 要靠藍博這個 古物啊 我們這很少 都要完全 用新的加工製造 這個當然在博物館的方面 拿不出 有歷史長久 長遠的這個價值 所以人家有時候來看 看現代化 看之後 也沒有什麼 那個價值 所以今天要開創藍博物館 這個是相當 要用心 相當困難的事情 所以既然說 新的館長很專利 在這邊多發一點 頭腦聲疏 要比較 比較篡意 能夠吸引各地的客人 那個是宜蘭的那個 不僅的博物館的歷史 還是宜蘭的那個 觀光主標嘛 現在宜蘭 到宜蘭來 第一站就是南博龜山 龜山賞建 再來就是東山火 再來就是船域 這些比較大型的目標 所以我希望說還有 南洋戲劇團如何去整形的問題 沒有你每次議會都在講 可是總是沒有什麼呈現什麼 讓人家有感受 不要說有感受 讓議會不要拿把 南博 南洋文教 南洋戲劇團 拿來這邊公開討論 這樣就夠了 就是 做的差不多 議員都沒有什麼 維除啊 沒有意義啊 這樣就夠了 不要求說說 哇 在這邊給你跨獎 做得怎麼樣 我想 這主要是 這幾年我在觀察 是人的問題 不是錢的問題 人的問題 如果你設計規劃 能夠做得好的話 其實縣政黨都偏一點補助 因為還是主廚 怕這個錢補助下去 變全開了嘛 所以這方面我想 集長你還是要 用心破伍存著 在這兩年來 替那個縣長 把這個文化書約 就是這幾個 等於說 等於說 負債累累的啦 就可以給他整看能夠 能夠 用什麼你的頭腦 跟你的那個館長 主要來配合 尤其那個 南洋戲劇團很松散啦 就是沒有實際在帶隊員嘛 你都掛名這樣不好啦 裡面最少 最少的主行長 副主行長還是 看哪一個都沒關係 民生不重要 這個領頭養很重要 你不只跟偏濟啦 濟便啦 這個行銷 業務啊 管理啊 要有人懂得這個 要有人整個犧牲在這個地方 沒有你喔 一位一開位 每次都都在那邊講 講那以後 都講同樣的問題 事實 都還存在 齁 我看這一點呢 那個 集長你再加強收音一下齁 好 謝謝 楊議員齁 我想應該這樣講齁 二十多年來 那样戏剧团就我持平的论断 当然在剧团的经营上是有一些问题 当然那个议员也谈到 有组织就有人的问题 当然因为有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初在过程当中 因此就分分较较 但是我跟议员报告就是说 这个问题在过程中已经有关上 就是说内部的一个团结向心的部分 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当然就是领导者的专业能力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确需要再做一些调整 因为现在团长就团长减了 互团长一直都是彼此减 这点不是常态 那我想说这个整个组织的调整 跟未来的走向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个比较长远的思考 那我想那一个在整个民间各载系的大环境 还没有那一个 那一个那一个那整个体质没有调整过来 环境没有做更好的那一个发展机会之前 我想说还是期待希望就是我们贵会能够持续给我们鞭策跟支持 以上 我们是很知识的问题不成钢 所以机长刚才机长有这个表述 希望能够快一点 快一点不能再有所期待 有个庭政在那边再观察 再来就是我始终要问到这个问题 都问好几次问没有出来 我们当时取得中心文串也是有场取得 现在我们负债累累 我们这次也是打算贷款二十九亿来开发这个文串年期 这些都是钱 这个是金母鸡 以前留县长口号大水城资讯室这个口号 现在我们县长所提到的 南文串北生意 这个口号一定时间的问题 就是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我想说为了比较稳达保守 因为那个地现在有多少 相近二十五公顷是吧 二十公顷里面现在文串最夯 你要变更分期都市的分期 还是都外的篇定 那很难 都市计划程序很难 我们今天能够走到文串的产业的变更很快 他说今天文串用地跟文宿用地 这里面都是有官工 饭店 休闲 卖店 各方面都等于建商 住商可用 那我是想说文串 文串 文串 文串工厂 这个是不能卖的 我是想说这可以我们 边做 边党干吃 感情 忘卖 忘卖 没钱还没给给金米糕 那我们这样也比较文党 我们一部分来给他 文串跟文宿一部分给他出售 出售可以左转 我们也不要贷款那么多 甚至可以抑注县库 因为这些观念上 不知道县政有没有就打算 还是完全20公顷都要开发 就请大家问一下 谢谢杨议员 针对中薰文创的整个开发模式 跟开发期程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案子是 县府有一个跨局处的专者小组 在做处理 目前当时各位变形完了 很确定的就是文创一的部分 就是要作为我们文创产业的预程 跟研发的这个部分 刚才您说到的那一个 为了使财务平衡 文创是未来要那一个 不管是标售或是设定地上卷 这个部分 这个开发模式目前 建设处这边还在评估 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点就是标售的时间点 或是设定地上卷的这个时机点 因为这个涉及到整个未来贷款 利息的支付 这个我想那一个 因为有委托专业在做一个规划 那这个部分我想县政府的 好 感谢杨振臣 杨教授的这个咨询 继续我们了请江碧华 那等一下好不好 先宣布一下 报告登记发言的次序 24号 9号 17号 8号 32号 13号 2号 27号 10号 21号 3号 4号 20号 5号 31号 5号 15号 29号 1号 7号 6号 14号 28号 26号 25号 23号 30号 25号 18号 16号 19号 11号 31个 好 那我们邀请江碧华议员 文化局宋局长 还有你们的所有的团队 还有我们各位议员 还有后面的县政府团队 还有媒体大家早安 文化局坦白讲 一个国家 它的内涵 或者是一个国家的 这种不管它的 所谓的礼翼之邦 那我们中华民主 也是五千年的历史 文化就是等于我们 就是延续的生命一样 不管是先人 或是说我们现代 或是未来 其实这个文化是要 息息相关 都是要延续的 那我们文化局所扮演的 最近不管从 本人担任这个民意代表 大概已经超过20年以来 那当然我们文化局的各项的业务 有在推动 但是推动的规模 还是没有 只是看到一个雅出来 要让他开花 要结果 好像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要来努力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 在一个早期 在游戏坤当任县长的时候 宜蘭市的中山公园 也是宜蘭市 首属的这种公园 拨了一块地 给我们县政府盖个演艺厅 那个是中央前额补助 但是现在的演艺厅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整个时代的变迁里面 他的周遭的环境 还有他的整个演艺厅 当然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但是我们的市民 这种感觉 跟演艺厅的这种互动关系 好像不是那样的热络 我想请教我们宋局长 你在文化节当日 大概我想20年左右 你要怎么样让演艺厅 各种表演 跟我们的宜蘭泄民 是一种息息相关 怎么样如果鼓励我们泄民 能够非常的踊跃 非常的对这个演艺厅的期待 是相当高 无形当中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 从内心的世界里面 文化的去袭 可以培养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市民泄民 这个是一种亿教于乐的 一种非常好的一种 我想从文化节目里面 不管里面的表演 是本土的歌仔记也好 或是一些的 所谓欧洲的表演也好 或是说不管西洋 所有的一些的表演都在舞台上 这个是一个能够开创 让我们文化局在整个这种表演的艺术里面 我想这是一种呈现 也是一种文化的呈现 所以我想希望未来 在我们的不管在演艺厅 或者其他的表演里面 甚至一个小小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 都能够看似一个这个当地的 他的对文化的重视 我想这个整个推动 当然由政府部门是一个领头羊 要来做一个推手 让怎么结合民间 宜然县是一个文鸿 淬挺一个县市 我想我们的 不管在各方面的意识人才等等 坦白讲宜然县市非常 人才非常丰富 那怎么样去把这些的人才 化为我们文化的推手跟力量 这是为了我们 虽然我们宜然县是财政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 好好地来运用这些的人才 有很多的国宝籍 瑞士王攀岩 也是我们宜然县 大家引以为好 还有很多这些的文化的一些的国宝 相当多 不管是司法界 美术界 甚至于一些的过去的杨云峰 这些的所有的一些的 他们在我们 不管在国内或是在国际上 我想就是在阳明国外 很多的要如何去开创 这些的不管 不管是经济的消业也好 或是带动我们宜然人这种特质 最后面我想应该从文化景临本身 你们各个单位 当然有一些都是为了配偶一些的活动 我想活动都是小小的一个牙而已 那我要如何来开创 北熙刚刚所说的 请局长 你用两分钟时间 请你简单回答 好 请把握 谢谢江议员 我想江议员的观察 跟那个体认 那我心有同感 那我想一个文化设施的建制 基本上我的理念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要先满足民众的需求 那不管是美术馆或是演艺厅 我想在我的观念里面 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艺术殿堂 它是一个需要全民共享 那符合民众需求 那这个场域 设置的效益 那另外当然 针对于县内的相关艺术的提升 跟教育 也是这些场域设施应该扮演的角色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已经有跟我们的同仁 大家有沟通过 那就诚如江议员所讲的 我们县内有相当丰富的 表演跟展演的相关团体的资源 如何让这些人才这些资源 纳入做我们的协力团体 共同来推动宜蘭整个的文化建设工作 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 我们有大概也有一套 比较完整的想法 那我想这个部分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努力目标 那我想那一个 回归到整个相关场馆建制的初衷 就是说让整个使用 跟民众的需求 那互动的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会持续来努力 以上 其实我们现在 这20年来 我们很多的硬体 大概有一些的小小的规模 但是我们很多的硬体完成之后 我们应该是搭配 随时而来就是软体 从南博馆开始 或者是南博馆的结合这些的 民间的这些的博物馆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再来就是我们 你应该要跟结合我们所谓的一些的 不管是建筑工商流籍 很多的硬体完成 像宜蘭火车站 现在有基民广场来进驻 但是我们不因为基民广场而来满足 现在的游客 只是一种走马看花 并没有办法实质的生根 对我们这些的所谓的宜蘭的在地的文化 它并没有办法到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 包括导卵等等 从我们宜蘭市的角度来说 宜蘭火车站开始 从了光物路 演艺厅 到了一个台湾银行美术馆 到了新铁广场的对面 204厂 再来是酒厂 再来是到一个西门 这些的包括是老街 这是匠区 这些的工匠 再来知道怎么结合 我们在过去就是宜蘭河 整个旧城东路西路 北路南路 包括结合美食 包括结合所有的这些的在地 点点滴滴的 不管是从明桃 或者是清代 或者现在的明初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现代 整个要怎么把它串容起来 这些都已经有一些的基础在这个地方 这个基础应该再结合一些的相关单位 把它串的开创 宜蘭最基本的所谓文化之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现在的所谓 宜蘭市公所的旁边 大概就是我们过去的县议会 还有现在它的空间的使用 我想县政府应该要去琢磨去关心 不管它是历史古迹 或是怎么历史空间 整个这种架构 要怎么样 一个要有一个长眼的规划 不管是以前早期的林秋芳 它对一些历史空间跟历史古迹 它好像也是很用心在经营 那您也一样的 所以我们未来 我要请教了 不管是现在的第一银行 那些宜蘭分行 那个现有的这些的 不管是用古迹的认定 或是历史空间的认定 这个要很明确的 让业者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方向 来做一个未来的规划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的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的就是美感的问题 我们当然这些的是美感的问题 这些不管是招牌等等 这些是未来 我们希望怎么样结合建设树 所谓这些的招牌 如果一个古街 当然是一个招牌 不能这样子凌凌落落 也不能像一个 好像没有一个规范 我们希望未来宜蘭市龙的景观 还有文化创意都能够结合 当然这些是要汇合 其他的单位来做一个配合 单独一个 我想宜蘭市 是不是能够把整个这种招牌 能够把它文化化 然后能够一个拆创的一种行为 这是我们希望未来能够 你如果去推动 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 当然这些是要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投资 不管是未来同望公园 或是所谓的中心文创等等 这是我们宜蘭 不管是西北或者西兰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轴 那这个开创的初期 我们应该在这种空间的时候 要如何去善用 中心文创 你一空有一块土地在那边 不要让他去画草 要怎么样去活化这块土地的使用力 不管是融合原住民的这种文化 或者是说所有的客家族文化 或者是闽南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所谓 我们过去的我们现在的各省的这种文化 其实要怎么样在这个中心文创里面 去让它能够发扬光大 是要文化是一种多元化 是能够多种种子 能够而且现在有新移民 这么样的多 应该从这个文化中心应该来走手开始 希望我们未来你们文化的工作 是一种有创新 能够有一个开创这种兴起这种局面 当然我们把过去的那些的歌载性 你现在造的做的有一个基础 我想现在各个乡镇 看了都看出一些国小的一些的国中 甚至现在所谓的现在我们成人 对我们班都已经有 好像有一些的结果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的种族文化 我们这个严肃应该怎么样来加强 来辅导来推动 这是未来看你这个文化局怎么如何来做 这个局长 你也单单来答复一下 谢谢江议员 首先我就宜然旧城未来整体 您刚才那一个破坏的整个愿景 那我大概先简单的 就文化局的这个部分 先跟你做一个报告 我想南城训业的文化廊代这件事情 是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构想 那逐渐这几年来逐渐的 包括空间的整理 相关文化内涵的注入 那就诚如您讲的 已经出具规模了 但是如何深化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部分 文化局会跟县府的相关局处 未来针对这一块 那共同来商讨一个 比较一个针对宜然旧城 那未来整个文化观光发展 这个部分能够统合起来 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来推动 那另外针对新创园区 那一个如何对各项文化的多元观照 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一直都有在努力做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理解到 那一个包括圆明文化 包括我们传统艺术的 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的 那一个整个文化的一个价值核心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适当的场域 适当的场馆 甚至未来适当的园区里面 会做一些展现 譬如说我们的中心文创园区 那目前我们有跟北一大 在做一个 未来会做一个教学合作 那会把相关我们具有 宜然特色的文化元素 会在未来相关的展演 园区的展演里面 会做一个呈现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邀请县内 包括圆明团体 圆明的文化团体 跟相当的艺术团体 会共同来合作 以上 我想你们在座很多都到国外 欧美国家 那欧美国家甚至于 最基本 他们的文化的展现 我们宜然县 现在目前只是一个 我刚刚强调 只是一个萌芽阶段 怎么样让这个观光 包括他们的观赏 来到宜然就想到说 看什么表演 期待看这种表演 我想这种规模 要有一种最基本的规模 他做这个最基本的规模 坦白讲 像我们本身演艺厅 容纳大概五六百个人 这个不足 现在要怎么样开创一个 比较有国际型的 那国际型的不是 盖一栋很大的这种硬体 而是说这些的广场也好 各方面也好 很多要怎么样做一个连结起来 这个观光的产业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 来宜然观光 但是美食 还有那些的 不管是温泉冷泉 还有一些的各方面的景观 都是OK 但是这缺乏什么一个区块 就是所谓文化这个区块 文化艺术表演这个区块 我们希望你们未来 要跟所有的一些的 民间的业者也好 怎么样 不要我想文化 不要一些的官僚化 怎么样 化被动为主动 能够跟一些的 所谓工商流出 相关单位 怎么样去做一个结合 那类似的 我们几乎每年的童案节 都是一样 都是以广邀这些的 国际的表演艺术团体来表演 那我们依然谈到 我们国内 没有一些的表演艺术人才吗 应该很多 而且可以发掘一些的 国宝级的 你们的过去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好像一贯性的 是不是能够今年度开始 增加我们国内的 有一些的艺术表演 不管是我们县内 或是我们国内 你应该去 好好去挖掘这些的人才 让我们这些的 感觉就是我们是来到了 台湾 来到了宜蘭 而不是说引进的 国际的 那我们就 这个意义就非常 每年办这个活动 是应该也要开创布局 我希望你们的 表演的这种 跟工商流出 未来怎么样 平时啊 365天 每天都非常有一些精彩的 表演能够让带动 跟结合我们观光的人潮 这样的话让我们宜蘭县的 所谓的不管是民宿 或者是说休闲农业 或者是说所谓的饭店业 或者是所谓的一些的民间 这样的话 让这个民间的这种活动 结合我们文化 这些的艺术在里面 不管是动态的表演 或是静态的展演展展展 艺术 不管是书啊 或者山水画 这些都在这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融入的元素 我希望文化局啊 在未来要好好朝这个方向 好好去努力 能够在今年度的 我希望在今年度年底的议算里面 能够前线出来 局长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希望 未来 现在 当然这是跟交易局相关的 现在就电脑资讯化 小朋友都很都是打电脑 但是呢一旦拿起这种笔啊 要下笔啊 这个问题啊 错字连篇 然后这个字啊 文字啊 这种字题 我想有欠这个 坦白讲有欠来加强 我们是不是能够落实在文化局里面 尤其练这个书法 我想书法的话 让学生能够修心养性 能够让他能够成文 而且对他的学习文字 在各方面这是我们的优良的传统 文字就是好像象弦文字 也是我们这个古有传统 这古有五千年的文化 非常的珍惜 我们希望从 露实啊 这个书法如何来生根 那如何跟我们这些的教育局 从国小 国中开始 这个不要去断层 确定 这个建议你华大台边 请问你 谢谢江议员 我想针对提升 小朋友的阅读能力也好 书写能力也好 这个部分 我想会后我就马上跟相关的协会 大家还有教育处共同来讨论 那我想不用等到明年 如果可行的话 我们下半年就可以开始来推行 我夸解你的这个执行力很强 这个这样子 如果每个科室像你这样的话 我想一来现在就可以动起来 就是要马上立即要行动 护制行动 能够立竿见语 这样的话 让我们这些的学生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强调 这些毒品泛滥 这些学生 一些好像这个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 开一个一个河道 把它引进一个正途 这是我们未来 对于未来的国家的栋梁 是应该要好好的来关怀跟深耕 你刚刚说的这个阅读 阅读也是非常重要 我希望未来跟教育局能做一个结合 这样的话让每一个人有培养 然后而且怎么如何来奖励 这些阅读的活动 我想未来在你们的图书馆里面 或是跟结合各校来奖励 这些提高这种阅读 这种各方面的这些的 我想不管是从国小 或者是从幼稚园 国中高中 甚至于成人 这些的阅读 我想大家都来鼓励 就是一个能够让每一个人 对他的内涵文化内涵能够提升 以上谢谢 好 感谢江碧华议员 谢谢我们请邱家俊议员 台湾主席 任务委员 宋局长 各位科长 各位同仁 各位林务人 各位媒体 大家早安 首先先兴订我们宋局长 回去来的 我们议议员官 推动文化 相关的工作 非常地讨论 非常用心 我这几年前 就跟 局长员这边 有在做很多相关的文化 留守空间 固定 认定 认定 一些的事件 所以本身对局长员 对这方面的专业 我是非常地兴订的 所以 延伸到 现主席 我们宇人官 遇到的一些 公共空间 公共疑地的部门 本身在这里 要跟局长 来做一个 讨论和声告 也让局长有机会 来做一个相关的说明 首先要来声告局长 我们在进行 所谓的 钢定的当时 有发现到 汉本遗址 这个 汉本遗址 我们跟中央 文化部 跟 钢定的丹尾 我们副官长也有参与 相关的 汉本遗址 认定 跟后续的处理 我要请告局长 当时 我们在处理 汉本遗址 有着要影响到 中国的 钢定的政策 我们 在中国 跟中央 丹尾 跟钢定 丹尾 做 协定 这个 过程 到底 汉本遗址处理的进度 目前的规划到什么程度 预计 这个汉本遗址的认定 包括相关的处理过程 是不是请局长 你解药的说明一下 好 请说明 谢谢邱议员 针对汉本遗址 因为 苏花改工程 所发掘的 这个 遗址 应该这样讲 我想说 我就检略的 大概报告整个过程 那 其实在整个 苏花改当初在做 工程的 环评 的时候 那时候是还没有 还不了解 有一个汉本遗址 只知道 有一个汉本 文物的出土 那这个出土 是在那一个 靠近 和平溪 和平溪的北侧 那跟现在的遗址范围 又有一段距离 那所以说 当初的环评 的结论就是 希望整个工程 在进行的当中 采取 监看的方式来处理 那在民国101年 整个工程在进行的时候 那在 那一个 我们在 整个工程单位在进行 那一个 临时乘沙子 的开挖过程中 发现了大量的 遗址的 的出土 文物 所以说 从那个 那时候 才把确认为 汉本遗址 就是工程跟汉本遗址有重叠 那个遗址 当初的决定 是采用 抢救发掘 这个当初在环评 也有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规范就是 一旦碰到遗址 就采用 发掘的方式 那整个大南澳道 和平段 这个改善工程 不只汉本遗址 包括五塔遗址 也是采用 抢救发掘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争议是在民国 应该讲是104年的12月 就是原来的发掘团队 抢救发掘团队 中原医院的 那一个发掘团队 认为这个遗址 那应该有指定 为国定遗址 这样一个价值 那当然这个部分 指定遗址的这部分 我们也接受申请 在今年的3月6号 也完成的遗址指定 那我们是希望整个遗址 跟整个工程 在不违背当初 还品的结论之下 能够取得双赢 也就是说 我们指定遗址的部分 如果跟工程重叠的这个范围 依然是采用 抢救发掘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我们评估过 整个跟工程重叠的范围 大概是0.5公顷 那整个遗址的范围 有8.8公顷 也就是说大概 在我们只发掘了 抢救发掘的 大概有16分之1左右 的一个范围 那也不影响到整个遗址的完整性 那所以说目前 那这整个 那一个发掘的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那工程也在持续进行 那这个部分 目前都很顺利 那另外 针对指定 国定移植的部分 我们3月6号公告为限定移植之后 我们已经报给中央文化部 那未来国定移植的审议 也会在大概这一两个月 会有一个结果 那出土的文物怎么处理 那依照文知法 未来整个出土文物 会带 考古现场发掘 告一段落 那完成整理之后 那发掘团队 依照规定要整个清洗完整理完之后造册 送交我们当初指定的 我们的古物保管机关 也就是蓝阳博物馆做收藏 那会在那个移植的发掘 现地盖博物馆吗 应该这样讲 我们评估做现场的目前的状况 因为非常的陡峭 而且紧邻的台九省道 还有铁路 所以说在现场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 现地博物馆的话 可能有一点困难度 那这个部分还需要做一个审慎的评估 所以这相关的工作都是委托宜兰县政府 来做相关的处理吗 应该来讲是 这个工作 考古遗址发掘的工作 原则上是由工程主办单位 也就是苏阿改工程处 委托相关的专业来发掘 那依然县政府是监督机关 好 那有关和本遗址的处理相关的内容进度 相关的资料会后提供一份给本席 然后再来就是刚才杨远的提到 南洋博物馆的问题 多年来 一直没有办法有新的推展 那去年的总预算 去年的总预算的时候 议会有着量删减一些费用 目的是希望 南洋博物馆能够正式去思考 是否应该面对转型 或是找其他的单位来做另类的思考 让我们基础的这个传统戏曲 能够有一个发扬的重新发扬的机会 那请教局长 那之前县长前几天有去这个传艺中心有拜访过 那传艺中心长期就是推动地方传统文化戏曲等等这些有关的 那这个拜访跟我们南洋博物馆的未来的 运营跟定位的一些看法 那当然这个部分是跟我们的 那一个包括我们的歌载系 包括我们的北馆未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想在1994年也就民国83年 宜蘭县政府协助中央去征收24公顷的土地 做传艺研区 那主要目的是要针对台湾四维的这些传统艺术 寻找到一个可以孵化的一个基地 那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传艺中心设置之后 我们相关的传统艺术反而逐渐没落 包括士兵系高甲系还有傀儡系什么 一个一个消失掉 所以说我们传统艺术界非常的担心这件事情 那也在因为今年传艺又要重新委托部分的扩大委外经营 那我们是希望在这个时机点 能够把传统艺术界的声音让整个新的政府 还有传艺中心的经营团队能够彻底的了解 了解就是说目前所处的状况是对传统艺术界来讲是相当的险峻 那希望他们能够藉由这个园区 不要忘记当初设立的那一个定位跟应该传艺复起的一些功能 意思是说我们当初现场带团队去拜访的同时 有谈到南洋戏戏团未来的发展 希望传艺中心未来跟我们南洋戏戏的发展是不是做一个连结 意思不是这样子 我想应该这样讲 5月18号那天我们关注的是所有台湾传统艺术的一种 不只是歌载包括北馆即将失传的北馆 那当然那一个大家都知道 这二十几年来 宜蘭县戏政府累积的投资的在南洋戏团已经投资了 在将近三亿元 那我们做这件工作其实是替台湾 唯一的本土巨种在做一个保留这个香火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可是这二十几年来 事实上中央政府对我们宜蘭县政府的努力 事实上帮助非常的少 那我们只是期待未来的船艺还有文化部 能够了解到这二十几年来宜蘭县政府的努力 也能够帮助我们协助我们 共同为台湾传统戏曲来多做一些事情 其实我们这样说 前前任国党的时候 大家给他欢迎 建议 以及执着 不想有另外发展的思考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不一样 我要提醒就是 尽管统戏的时候就要搞 当时拙量删减一些费用 是希望说让市役团给文化局一个刺激 所以我希望说 你现在已经代理国党 不管是没有争处 我就是说你就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好 未来我们的企业团要怎么发展 要怎么英文 是不是要背着历史的十字架 还是要重新让它发光发热 我觉得关键在你的营业之间的想法而已 你的专业 你的投资 我相信官僚会给你支持 应该会接受 你对我们的企业团 要定性发展的一个 好的机会的方向 所以我要免得专业 这个部门应该关键来做一个定性条件 先的结果我希望可以在 我们在心中的时候出来 不要还有机会 为了这个案 再来 先对以前的部门 再来删除 再提出正义 本社去看完 再来 邮官 专一处的定义会 我有说就是 南梁博物馆 我们现在 入园的人数 开始不比零 逐年下降 是不是有可能说 周边的空间 比较舒适的空间 释放出来 是不是可能让 露营丹落 或是说其他的团体 来给我们出租等等 也可以选择我们的收入 我刚才也没看到 相关的研究配套方的内容出来 局长你认为有没有可能 编导 谢谢 我想那一个 我认同邱毅元 那一个的看法 就是说整个方向是正确的 就是说 善用南梁的基地 但因为这个基地不小 如何善用这个基地 那当然这个基地有一些先天性的 特色跟限制 就是说这个乌石礁 原则上是一个文化景观 是一个湿地 所以说 至于要引进什么样一个方式 我想这个可以讨论 就是说 让整个基地活络起来 不要把那个焦点全部放在馆内 它有一个非常优质的户外空间 那因为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说 包括对面的原来的乌石港的服务中心 也纳入了兰博的营运整个范围里面 那我想我们会跟馆长这边共同来讨论 怎么去善用这些基地 我们可以看到你们讨论的成果 三个位 两个位 我看没时间 不然我看你们都在进化 相关的个位 会在每年的医生 提出来 我想会提出来 好 谢谢 有关中心原创园区的进度 相关医生也都变的 台湾的包困期 也都很紧张 没做过度的充滥 请教局长 你简单说明 今年度会完成哪些部分 中心原创园区的部分 OK 那今年度大概有几项工程会完成 第一个就是整个园区的 公共设施的工程 相关的五大管线会完成 那另外就是建筑物修复的 第二期跟第三期的设计 也完成 阿妹你这也发报 明显发报 那另外就是软体的部分 那大概我们六月就会开始 针对育成厂商 会开始进行招商 我们大概预计会有 二十几个单元的厂商会进去 所以我们中心原创园区 里面所有的管区 厂区 跟营运单位的厂商 所有相关的工作 都是由文化局这边来 一所统筹 来做所谓的招商的工作 还有评选的工作是不是 这样说就是针对中心 文创园区的整体的工程 还有营运 县府有一个跨局处的小组 那文化局有几个区块负责了 包括旧建筑物的修复 另外就是相关育成厂商的招募 这个部分是我们 还有整个园区的相关的展演管理的部分 还是由文化局这边来做做 有一个小招你做相关的招募 是有 你就不可能说 某一个企业 某一个私人团体 想要把你们拿到你们场馆 的位置 要在做行李上面 你不可能这样做嘛 对吧 是因为要经过一个营运小组的 营运小组的屁股 对 那我了解 再一点 南方五 丹北角 邮克中心在 听说 他5月31号 就要交开相关的会计 包括那个 东北角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罐 邮克服中心 要怎么处理 我相信这个部门 我们 文化局这边 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那个空间 你们没有用了 要交的廟 还是交的地方用 整个管理营运费用 都很庞大的 不是地方所能够负担的 如果 公部门 对公部门之间 来做一个衔接 做一个连结 活络地方相关的观光 文化产业等等 应该是会带动地方的发展 我知道见证 我们有这些鬼 很像东北角 不是有意愿 要跟县政府谈合作吗 现在520 不一样了 520过后不一样了 我想我们再来拍拼 看看 我和副议中 我们第一个三个议员 对 邮克服务中心 这个所在 重新利用的部门 我们非常 无法看 我们认为 不应该 让丹北角 花了那些钱 之后 还没有做 我们的使用 所以我这个部门 要拜托 有一个定案的整个发展 请你能够 用心 来跟相关团队做一个了解 好 出的时间到 五毛议员 大会主席 副议长 宋代理局长 还有各位科长 各位主任 各位同仁 现在对 我们对文化古迹 历史空间 都有很认真在做 维护跟相关的认定 我们来请教 那个宋局长 我们宜蘭县议会 前的县议会 的大厅 是认定为 这个历史空间 还是文化古迹 历史建筑 现在 现在 你又变着什么 什么空间 什么建筑 请大吴 好 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 那个议员 你的意思是 目前还是 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 那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变更 还是拆除 你现在 现在宜蘭县议会 是要拆除 还是要怎么办 你们知道吗 这是你们管的 他现在目前 是要做什么样的使用 建筑 好 就我了解 那宜蘭县议会 登陆历史建筑 之后 他有一个修复再利用的 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 也 那一个也通过 那我 就我了解 没有所谓的 拆除这件事情 没有啦 你所有的历史空间 要经过整个维修 什么 也是一定要经过 政府的认定 它也没有符合这个标准 你们现在就是想 你们历史空间 你们一定要维护 但是 我在整个看起来 好像 你碰到 跟宜蘭县政府是一样的 也是公家单位 你们就轻轻把它放过去 就让它过去就对了 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 有人就觉得 哇 县政府的态度 是180度的大转变 你们长期是说 维护历史空间 就是不能随便动 不能随便拆 你现在 换了市长 你就随便可以拆 所以我们的议员 黄敬郎 不要再说这些 这些事情 所以说 你们的态度 不免贪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不可以说 你跟他抹下去 送你做就不可以 送你做就不可以 但是最重要 管政府的态度 是要一直的 不能随时来变根 变气 变来变去 没道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的石板桥 你也是说 文物古迹 文化 所以文化高正 高正 地方很多土地 要来叫你们 为何 叫你们做什么 目前你们的 政党要做得到 你们做得到 你们做得到 已经在建设处 现在在做 土地协会的 变境 未来在 国大保存区的 宣传 他们都去增设一些 服务设施 好 请你坐下 我现在是说 你那个 整个计划 我希望你 宣政总组 是你以前 含富变息 包括宜蘭市 宜蘭市的 我们前 前的 老旧的 宣律卫大厅 那些也同样 好不好 这个 相关资料 含富变息 在宣政总组 再来 我请跟你说 我们有变很多 文化资产保存 历史空间的调查 历史空间的修复 我们在105年 大概变多少钱 最重要是说 宣政总组 财政这么吃勤 那么变这么多的钱 在无形中的浪费掉 是相当的可惜 台湾不好 你变这么多 没有落实 也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 希望说 也在宣政总组 含富变息 在105年的 所编列的这些金费 用在哪里 目前执行程 进度怎么样 把相关的资料 给我 那就是 那就是 就叫宣政总组 含富变息 请你列出基础 其余的 我时间 我会做的时间 下午我们在街面再谈 OK 谢谢 好 谢谢 郭某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 邀请沈德茂议员 副总组 主席 副总组 主席 这个局長 您的副長 我在当前 我们观众会看看 我现在想要请到一个局长 我们现在宜蘭官 刚才听你说了 历史空间 历史建築 还有古蹟文化 我现在不晓得 我们不想知道 我告诉你 你整年 多少年的类为古蹟 多少年的类为历史建筑 多少年的类为历史空间 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好 前大夫 谢谢沈议员 我想 应该这样讲 我们司法里面有规定 针对于 那一个 古蹟或是历史建筑 它本身有一个平定标准 那当然年代的久远 是不是久远 只是 平定标准之一 那最主要还是这栋建物 本身的文化历史艺术的价值 主要是看这个部分 好 那这样子 我想这样子 你这样讲到这样 我想说 是不是可以 把你类为古蹟的 类为历史文化 历史空间 历史建筑的这些资料 我想你们都有 可不可以提供一份给扁熙 那做个参考 先列入会议记录 好 列入会议记录 第二个 我想要跟你跟你说的这个判断是 我们文化 文创 这个延期 文创这个延期 里面有一些历史的倒带 有一点 倒带 有一些 里面在发布的时候 有一点点 有疑问的 你们不过 没有调查清楚 其实中心文创延期那一块土地 原来在日记时代 它是一个白甘座 种白甘座园的地方 所以我们每天做藤 那里去一个 刚才是有那个村库 日本人做的村库 就是 这个 甘贼凑好之后 他就都把它放到那里 只有甘贼凑好之后 只有藤之后 就都返回日本 所以 遏后到国民政府 什么光复台湾以后 他才开始 认为这块土地 要引一个中心职业 来到宜蘭 那时候的乡长教授 那时候的乡长教授 第一个乡长教授 叫林伟 住在井中 住在井中 所以这个人 现在已经往生了 所以那时候 他引来以后 结果有一些 就把土地 水条给政府 所以他用那个用金 去成立一个美德会 我顺便把它简单讲一下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一贯就没有把这一段的 有很清楚的历史 跟人家细数清楚 这个我想在这这个机会 跟你提醒一下 第二个我想 这个中心文创园区 因为它是后期来的 是后期来的 这个在五六十年代来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建筑物里面 是含有 在现在的时代里面 是含有独树的 就是那个十面瓦 那十面瓦 那十面瓦 现在你们为了 台湾设计展的时候 这十面瓦的时候 又拆了一大堆 现在堆积在哪里 我不晓得 我也不想去看那些 但是 现在所有的屋顶 都是属于十面瓦 你知道吗 那个桌边的很多乡亲 很多人 像我们讲的好像是围眼耸听 或者是堵坐别人 但是事实上那个地方有许多人 因为会部走到不舒服 走掉了 蛮多的 可是他们都把归咎于在哪里 归咎于在烟囱的烟尘的关系 其实我们现在才可以发现到说 这个十面瓦 这个东西的危害太严重 它的这个纤维 按照资料记载 它可以是有一种纤维状 也有一个细丝状 也有绒毛状 然后国际癌症中心的一个研究中心 它认为这个 吸到这个东西以后 它是会会部 会部会纤维化 会引起这个肿瘤 皮肤的肿瘤 甚至于肺部的肿瘤这样子 太严重了 所以我想 你类为这一个保留的建筑物 既然没有把可能造成人体 危害的这一个物体的十面瓦 把它全部都更换 我想你花了那么多钱 很多人去参观 可能都会有生命的这一种障碍 这一个 我现在把我专程 为什么这一次执行 要讲出了那么清楚 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目的 花了很多钱 不要将来有很多的观光客 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在攻击 在排斥 在重伤我们文化 文创园区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责任推给那一些 因为不认同我们的人 再去伤害那些人 跟那些人打雷台 我是认为不很合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讲 未来可能就会有这些问题产生 所以我对十面瓦的这一个部分 特别给你提醒 第三个跟这个文创园区有关系的 你们的资料显示是说 111年的时候 可能这个文创园区里面的土地 就要卖给 要卖掉 卖一部分给 其财团也好 或一般人也好 没有财团是买不取 然后就卖了以后 就要开始还款 那我在这里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如果我们拿了这个二十几公顷的土地 这么辛苦拿了以后 我们又把土地 按照你过去的发布新闻 要有一半 要卖给财团的话 那以后文创园区 就在那里建大楼 变成他们的后花园 是不是 宜蘭县政府有 有这么样子的一个 跟一些财团 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 或者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施政 跟财团挂钩的这种 这种作业在场在里面 我们不知道 可是你资料显示出来 让我们感觉到有这样的忧心 所以我现在想要 想要问一下 请教一下局长 我也跟县长讲过 可不可以提供五公顷出来做文创育材学区 文创育材学区 让我们在里面 把我们有成就的小孩 或者会比较 在过学校发明的这些小孩 把他集中在这里来继续 研发 继续努力 以外 我们可不可能在设学校 从幼儿园 学 国小 国中 高中 这样所有人 国教的一个 这个作业 设计一样子的一个学校在里面 我想外国在这种的努力 是很明确的 你像大陆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 人家提供给我一个资料 人家连园啊 连园园都有一个专实的一个 园园的雕树那种花 那种树啊 都有专属的一个学校在研究 就是说一棵榕树 它怎么样子 这样一个盆栽 把它诱导到一个榕树 跟长大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样子 都雕塑在一棵小小的盆栽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的棉杆 中国都在做 那我们台湾可不可能 因为这个文创园区 来成立一个 文创异材学区 来努力这个方向 因为剧长 你会不会收收看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同感 好 请答案 谢谢沈议员的几点提醒 我想第一个就是 担对中心的历树 不敢吃米特会的历树 我会把它爆起来 另外就是 工区有毒废弃 修复过程中 有毒废弃物这个 石面瓦 石面瓦 不是有毒废弃物 事实上我们都理解 那目前 因为这个石面瓦有毒废弃物 必须要做专业的处理 那我们现在就事先集中 现在已经开始在寻找专业 因为钻台湾 处理石面瓦 有牌照的大概就一两家了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集中的时候 再做一个处理 这请你放心 另外就是 未来中心的 这个工区的开放模式 就是说 你担心的 就是说 县民大家 会担心的 会向财团 倾倒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部分 县府的那一个 整个团队这边 他会有做一个好的规划 就是说 怎么样让未来的文创专业区 我们要达到那个政策目标 能够永续的进行下去 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这个部分我想 他们也有在 也有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审慎的来处理 你想文化育才学区的可能性 存不存在 最后就是说 这样说 就跟议院报告就是说 你担心就是说 目前文创专业区里面的 8.3公顷左右 我们在这有8.3公顷 这个所谓的 产业发展的核心区 这个一定是在县政府做主导 那是以产业育成 跟人才福育为主 这个部分一定是为了达政策目标 这个绝对没问题 以前这个主要操作核心 是文化育地操作 这个绝对不会说 像任何一个财团倾斜 这个我跟你保证 这个绝对不会 那另外就是说 如何 那个人才怎么培育 那因为里面我们未来有规划一个 包括创客中心 包括的那一个相关的那一个工艺训练的课程 都会在里面 如果未来怎么跟教育系统连结 这个我想我们还会可以再做一个细密的规划讨 好啦 请坐 因为你也打不出来 因为现场就不大同意 现场就一直在里面就发布新闻 一直要要求10公顷就要 要准备卖给财团 要飙色 那那么大块的土地 你再想看看 我们一般的民众 像我们都不可能去飙色 一定财团才有能力 我们不反对财团 我们只是有感受到说 取得这块土地不易 那如果这块以文创延期 这个一个现场自己飙 一直在飙语的一个 北一蓝创 蓝创创到最后是财团在那边享受 那让我们会感到非常遗憾 也就是说好不容易 在议会大家的支持 又借了钱发展了10年以后 结果不是 我们大家共同享受这一个资源 是被财团在那边挣两栋大楼 三栋大楼以后 后发言变成它享受的 第一个享受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是我们认为 最不能够接受 也是感觉不公平的地方 特别把它提醒出来 希望你局长 县长也在两年 你能管的也是在两年 08年都没有了 过去还有三年的时间 变成什么样 人家一抄关一抄城 马上就推翻了也不一定 这个很难讲 只不过 我们现在要先有这样子固定 把它规划好 甚至于我们现在如果把计划 安定下来的话 那也有可能造成下一任的所长 太改变不了的时候 这个才是现在政府 你要努力的方向 不然一抄关一抄城 改了之后 不是没有 第一 我们现在一直在 宜蘭演艺厅 宜蘭演艺厅 我现在有人跟我反应 是真是假 我不晓得 最少有反应 我今天一定要稍微提出来 听说你们一连365天 都有排那一种 比较重要的时间 都有排这个演出 结果你们有排演出 有一部分的时间 听说你们把它控出来 把它控出来 故意把它控出来 不给宜蘭人来用 也不给谁也用 就是只有留着说 你们自己要用 结果往往 最后没有人申请 把最有利的时间的 党 党期的时间 把它浪费掉 有没有这样子的事实 可以让你在这里呈现一下子 好 请导吾 我跟 宜蘭报告 那我想就是 演艺厅的党期 文化局控留了某一些 某一些 那主要是 应该会有 就是说 因为政策上 主要配合文化部那边 包括那一个 县内的优质团队的演出 还有相关的 他的巡回演出 文化部那边的巡回演出 一定会扣 那你谈的 你提的那一句 因为计划改变 然后突然间 控的党期没有演出 白白浪费掉 不是计划改变 我想一定 也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但是 如何让这种状况 减少到最低 我想这是我们 演艺厅经营团队 要去克服 要去努力 大概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想 你们这控党的时间 不是说我最后不来演 那不来演那个还好啦 就是故意把它空党出来 这个时间以后 根本就没有人要来嘛 唉 我跟你讲 你要不要找时段给你 人家讲的 点了好几个时辰 这几年哪 好几个时辰 人家都点得出来了 人家都点得很清楚了 不是不好意思讲 这是说 讲给你们知道 你留了空党的时间 如果有宜蘭人 宜蘭的小孩的成就 你要给他们机会啦 宜蘭要优先啦 不是什么中央优先 中央是什么东东啦 花了宜蘭人的钱 中央是什么中央地方 地方的人才要来用 要给他优先 我是希望这样子啦 特别拜托你们 宜蘭 宜蘭 主持人 各位同学 我想想想请问 我们的古迹 我们 台主党你应该 一些古迹 你都 一口都没正式 就可以做 第一个人的古迹 现在没有什么 对 第二 第二 这个 古迹 维护古迹 民进党在做 做市長 古迹 古迹 古迹的维护 要如何维护 你都卡卡卡 起来 古迹要对 我想想 你不要对 民进党的市長 这样想过 你古迹 不可以分政党了 你自己就要去看我 古迹是 你教官 你这个市長 这个名字 这样收起来的 你不是 都把他卡卡卡 都卡卡卡 都卡卡卡 大家停住了 这不 这不 不正义了 我想说 你要去管党 你去管党 你去管党 你去做市長 十个以上 你去哪做啊 你对 这些 第二人 跟 这些古迹 你带你 講话 到底是 那 对民进党的市長 就可以做 这样 你就不成功了 你不太提醒 民主党 你请回答 这两点 好 请导 好 谢谢张议员 我想 先谈第一银行 那 一银 因为 针对那一个 古迹的指定 他不服 那提起行政诉讼 那目前的行政诉讼 也在进行 六月预定六月二号 要开辩论庭 那我们当然希望 一银不要走 走 用司法解决 那 不过 因为他们的总行 是希望说 司法 告一段落之后 再来协调 后续的处理方式 那当然 这样一个决定 我们原本 还是尊重他们 他们的那一个处理 那另外就是 针对依然 就现议会的 那一个部分 其实这样说 现在大家经过 看得到 好像卡住 其实是外观 外观的收面 包括那个 古态路的部分 那我想 历史建筑的修复 那当然 在整个修复 再利用的过程 的计划当中 他会决定说 要回复到 哪一个段带 就是说 修复到 以前的 哪一个 那一个 时代的外观 那 现在的停工 是因为 内部的相关 要加强 那一个结构补强 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 都停工了将近 四个多月了 那 以上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我记得 王医院 要跟你说 你如果去看 第一个人 约入 古籍 没有杜利 本身在这里 要求你 要比较好兵 如果 过六个人 你又有什么 包都不要管 那要让你去 那没有 古籍 没有杜利 第二个跟你说 就是说 你 是 你 原来是说 停这么久 不要停这么久 不要停 这没意思 一定要接完 你有的情形 在柴底的感动 不可以 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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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magician 负责 宅 宅 我不需要 我们会 不需要 第二个人 像 公疑愛好 我都好 你您五耳 这没有意思 有加 人家 LOT 你知道吗 我会想 看一眼 信塔 請你還給你想得太多 這更點好 感謝 感謝我們張議長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就由我們 陳恭喜議員來繼續主席 現在休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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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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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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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